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梦到过世亲人是亲人求救的信号吗 都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根据科学的说法 人之所以会做梦 是因为人的脑部运动 是不会停止的 而白天脑袋清醒 时候经历或者是思考的事情 在夜间很可能就会被大脑自动用象征手法做成梦 科学研究表明 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做梦的 只不过很多人醒来之后 记不住梦见了什么罢了 相信大家都有梦到过世亲人的时候 也许是由于我们对他们的思念过度了 日有所思 又有所梦而至 而大多数我们梦见过世亲人情况 都是因他们正在三恶道中受苦 也因他们与我们有着甚深姻缘 所以托梦需要我们超度救把 不仅是我们梦到这一世过世亲人时 意味着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忙 即使是梦中出现一些忧伤悲弃的鬼神形象 这可能是我们曾经累世累生的亲人正需要我们去帮助 一 亲人在恶去需要我们帮忙 若未来是诸仲生等 或梦或昧 见诸鬼神 乃及诸行 或碑 或提 或愁 或叹 或恐 或不 皆是一生十生 百生千生过去父母 男女 弟妹 夫妻眷属 在于恶去未得出离 无处希望福利就拔 当搞素食骨肉 始作方便 远离恶道 佛陀在《地藏菩萨本源经》中为普广菩萨宣说 如果未来是诸仲生等 如在梦中或在睡梦即将醒来之际 见到诸多千奇百怪的鬼神形象 这些鬼神或悲伤 或提哭 或忧愁 或凯叹 这都是我们多生多吉的家亲眷属来托梦 需要我们的帮忙 这些眷属皆在恶去 三恶去众生中有以恶鬼道众生最容易托梦给我们 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解脱恶鬼道的痛苦 而一般地狱道的众生 如果不是与我们有特别特别深的姻缘 或者如果不是我们想要一心就拔他们的话 一般我们是梦不到他们求助的 因为地狱道众生太苦了 他们每天经历酷刑与死亡 一日内可经历万死万生 想要求救可奈何心有余力而不足 当我们在梦中见到那些 就要马上知道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 那就是求助地藏王菩萨 应该为他们诚心诵持地藏菩萨本愿经 以及念地藏王菩萨名号 希望依地藏王菩萨的微神之力 救助在恶去的家亲眷属脱离苦海 正入菩提 二 过世亲人是否已经脱离恶去呢 如是恶道眷属 今生必是变数 当得解脱 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 地藏菩萨本愿经 然而我们为了过世亲人所作之功德 他们究竟有没有得到利益 他们是否已经脱离了恶道呢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佛陀对普广菩萨说 如果我们之后再也梦不到过世的亲人 他们就是得到了真实利益 也脱离了恶道的痛苦 如果他们能再次投生人道 或者福德利益大的 能够升到天道 自然是好 但其实还不究竟 因为这仍然是在六道之中 所以我们应再以自身念阿弥陀佛名号之功德回向给他们 愿他们能够蒙受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皆引 最好一步到位 生至西方极乐世界 到那里好好修行 最终必将成佛 且不会退转 二 梦见诸佛菩萨 该以何种心态看待 说到梦到过世亲人的事情 大家由于思念亲人的情思在梦中或醒来后 必定是会有些伤感的 然而说起佛菩萨入梦这个事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十分欢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的人精进勤学 学佛很多年了 却从未见佛菩萨有任何一点点的视线 哪怕是在梦里 所以他们便觉得自己是不是修得不好啊 是不是佛菩萨不灵验呢 为什么自己多年来都梦不到佛菩萨呢 一 能否梦到佛菩萨需要姻缘 其实有这样的想法与疑惑 这明显是求错方向 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减轻乃至断除烦恼与执着 结果反而越来越增加了执着 那肯定需要调整心态了 梦到佛菩萨这种事是需要看姻缘的 总体说来便是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特别执着想要梦到佛菩萨 不仅于解脱无意 还特别容易着魔 二 梦到佛菩萨以平常心待之 如果一个人梦到金色晃眼的佛菩萨在梦中出现 从此以后便对这种殊胜境界始终放不下了 这也是增加执着烦恼之事 对于梦到佛菩萨这个事 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才是啊 有时候梦到佛菩萨形象出现在梦中时 也有可能是素世的冤亲债主或者是魔道众生幻化成的佛菩萨形象 所以不可执着 三 佛菩萨于梦中也许视线为普通人 还有一些情况 佛菩萨在梦中不现佛菩萨的像 而是现一个普通人的像 如一个人生病了 念佛之后佛菩萨就在梦中化现为一个医生的形象 劝他如何吃药 还有一些人遇到不懂的经文 祈求佛菩萨加持 佛菩萨可能会在梦中视线 让他明白老师念佛深信因果的重要性 也可能会告诉他 念佛必能往生 先让他安心 等此人醒来后可能依此而坐 便也能万万开启深入学佛的智慧力 四 龙树菩萨入梦 告知痰鸾往生时至 一些高僧大德基本在临命中时 也会有一些殊胜的梦 如梦到一些佛菩萨等 也可以说他们有能力 能够预知时至 如痰鸾大师在往生前的夜晚 他梦到一位凡僧飘然而至 对他说 我是龙树菩萨 久去净土 因为你和我有共同的志向 所以特来相见 梦醒之后 痰鸾大师就知道自己往生的时间 就马上汇集弟子 附主他们念佛往生净土 接着让大家念佛 不一会儿 痰鸾大师就在念佛生中 安然往生了 说起梦 在这一幻一梦的世间 我们每一位众生 何尝不是做了一场无名大梦呢 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 看似真实 其实也都如梦一场 痰鸾大师说 此三界 皆是有漏邪道所生 长青大梦 莫之西出 永明寿炎大师说 炎作 水月道场 大作 梦中佛事 虚云大师说 众生无尽 怨无尽 水月光中 又一场 偶一大师说 万古是非 魂短梦 一句弥陀 做大舟 你梦见过过世亲人吗 你梦见过佛菩萨吗 你是如何看待佛菩萨入梦呢 在现实生活中 快乐和痛苦是共同存在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脑海里的认知是痛苦多于快乐 总觉得自己总是在经历痛苦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立一个信仰的 有时这样的信仰会在我们梦中出现 人能够梦到什么菩萨 实际上他跟这位菩萨一定上辈子有缘分 或者他是拜这位菩萨的 菩萨关心他 让他梦见 梦不到并不代表你就跟菩萨没缘分 记住了梦见梦不见只是一个虚幻的景象 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 只是菩萨提醒你 或者你跟哪位菩萨有缘分 只是菩萨提醒你在修行路上 必须更加的精进 知音懂果而已了 经验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